全球新观点提供您理财新视野 我们全球新观点的节目 除了每天晚上6点半播出之外 在全球新观点的脸书粉丝团 只要您搜寻全球新观点 就会出现我们的脸书粉丝团按赞 还有在YouTube的网页当中 搜寻非凡商业台 或者是全球新观点按订阅 并且开启小铃铛 就能够收到我们每天最新的财经专题 好今天的专题要跟大家来谈谈 高配息的ETF 好台湾人很喜欢赚钱 也很喜欢投资赚大钱 尤其是看到高配息这种广告词 大家会蜂拥地来买这项商品 所以高配息的商品你有听过 比如说像是高配息的基金啦 高配息的ETF啦 只要冠上高配息这三个字 似乎就是这个销售的保证 所以有一些理章还开玩笑地说 因为银行都会卖一些高配息的 这个基金嘛 那大家听到高配息感觉上就好像 你不用做什么事情 每个月或者是每一季固定就会配息给你 感觉上好像很划算 所以呢有一些买了高配息基金的投资人呢 这个绩效或者是净值在跌的时候 反而感觉没有这么强烈 但是只要那个月的配息配不好 大家就一直打电话来给理尊 问问看这个月怎么回事 为什么配息会配得这么少 所以从现在市场上的趋势 大家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种高配息的商品呢 其实真的是销售的保证 不过要投资高配息的基金 或者是高配息的ETF之前 要需要注意什么样的事情呢 因为你当然要先需要一笔资金来投资 但是呢 比如说对于小资族啦 或者是退休族 亦或者是社会新鲜人 这种投资界的菜鸟来说 也许口袋里的钱没有这么多 每个月赚的薪水也不多 那我要怎么样来开始跨出这个第一步呢 好 所以很多专家会说 买股票啊 但问题是上千档的股票到底该怎么选 当然选股选对选错 有可能就见真章 所以呢 有一些专家会说 也许ETF会是您踏入股市 投资入门的一个好选择 因为ETF已经把市场上的好公司 好股票都集中包裹在一起了 所以你只要买一张的ETF股票 就等于一次买到很多间的好公司 而且呢 这些好公司有一些配息率还非常高哦 那当然也可以帮你分散风险 所以我们看到了在台北股市当中哦 ETF真的已经成为近年来非常多投资人的最爱了 我们看到了这个ETF 那如果说你在买ETF 又它又可以高配息的话 是不是就可以这个有两个好处呢 所以我们打开来这些有高配息的ETF来看 哇 它的投资收益报酬率都非常好哦 所谓的收益率简单来讲 你付多少的钱来买这档股票 那你最后得到多少的配息 换算下来 如果它的收益率能够高于1到2% 是不是就能够直接打败定存呢 好 所以我们看到了这几档的ETF 平均换算下来的收益率都比银行定存来得好哦 比如说富邦全球高收债 它是属于高收益债券的性质 那它平均的收益率居然有高达7到8%这么高哦 另外看到了富邦 美国特别股 这是特别股的类型 另外看到元大高股息 元大台湾50 这是锁定在台股投资相关的ETF 另外包括了FH 富时不动产 这是瑞茨的投资标的 中信优先金融债 还有国泰外加的新兴债 这些呢就是我们统计出来 在平均收益率都能够打败定存的ETF 哇 那我如果买这些ETF 是不是在股价当中 还有在高配息的部分都能够有所收益呢 所以我们看到近几年来哦 这种ETF的确就已经成为很多投资的最爱 那现在呢国内挂牌的ETF总共有161档 那这161档的ETF里面呢 又有其中的79档 它都是可以配息给你的哦 所以呢它的类型非常的多元 我们全球新观点就帮大家整理出来这些高配息ETF的特性 还有投资要点 简单来讲可以分成这几大类 第一个就是台股型 台股型的ETF呢 它是属于所谓资产有配息特性的 而且会因应市场的需求来分配 那如果平均呢都有3%到5%的收益率的话 它还可以让您分散风险使得您的波动性相对的比较低 好所以就是我们看到有台股型的ETF 那另外还有什么样型的类型的ETF呢 像是债券型 债券型简单来讲就是投资债券的嘛 但是所谓的高收益债的部分 因为债券型通常都比较喜欢挑战高收益率 那平均有4到6%的收益率哦 那最高甚至可以冲到8% 好这看起来就非常的吸引人了 那另外呢在REIT的部分呢 REIT简单来讲我们国内有两党 都是不动产的投资信托 他们比较偏好的是海外的资产 投资房地产还有不动产 那如果有稳定的租金收入的话 你的ETF就能够反映这样子的收益 再来在特别股的部分 特别股呢通常比较偏好金融股 那它兼具股票还有债券的性质 波动度相对也是比较低 而且它都有固定的配息 好所以看到了这些高配息的ETF 简单来讲分成台股型 债券型REITS还有特别股 那讲到这么多高配息的总类 那到底ETF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我们也可以跟大家来谈一下 那所谓的ETF总归一句话来讲就是 它是一个可以在股票市场自由交易的基金 那ETF的规模变化也随着市场的趋势改变 出现了非常剧烈的转换 那ETF当然它是一个简称 它是由Exchange Trend Fund交易所买卖基金 取ETF简称为ETF 那它的中文名字叫做指数股票型正确投资信托基金 简称指数股票型基金 那你把它拆解来讲怎么说呢 指数意思就是说你把这50档或者是100档的个股全部包裹起来变成一档ETF 那这个指数就是追踪指数 股票型就是像股票一样可以买卖基金的基金 所以ETF就是要追踪指数像股票一样可以买卖的一档基金 比如说我们最常听到的台湾50指数ETF 台湾50它的代号0050 它追踪的标的就是台湾50指数成分一样比例一样 所以台湾50指数里面50档的个股它全部包裹在这个ETF当中 所以只要台股涨 只要这50档的个股基本上跟随着大盘的走势 就是往上勾 那这一档台湾50的ETF就会往上走 所以这也解决了很多人觉得 我不晓得要怎么选股的难题 所以我只要针对一个趋势一个方向 我认为台股会涨全支股会涨 那我就来买台湾50的ETF 基本上方向应该不会错太多 那这也让很多人非常的有兴趣 因为一方面减少了这个选股的难题 再者台湾的ETF发展也非常的多元 除了追踪台股指数之外 还有很多不一样的这个标的哦 比如说有一些是在追踪原油的 如果油价涨 这个原油的这个ETF就会涨 如果油价跌 油价的联动ETF就会跌 甚至还有一些反向指标 所谓的反向就是您做它反向 如果您看台股跌 那有一档ETF叫做台湾50 反一就会涨 所以呢 看涨 看跌 或者是你想要这个看哪一个国家的趋势 比如说像是美国啦 像是大陆啦 你只要看一个趋势 然后去买它 正向或者是反向的ETF来做方向 基本上就可以搭上那一波的获利列车 好 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ETF市场 真的是近年来哦 这个成交的金额一直一直在扩增 而且占大盘的成交比重也随之增加哦 你看到台湾ETF市场的规模 从2015年上路以来 当年总共发行了2,051亿元 从2003年上市之后呢 我们看到了一直到近年来 这个规模一路的成长 所以从2015年再到2018年 去年呢 ETF发行的规模已经达到了6,500亿 到现在更是呢 达到了8,519亿元的规模 现在台湾所有的ETF 总共有161档 光光上个礼拜 你来看看它成交多热门 3月4号到3月8号 上个礼拜呢 ETF的成交量就暴增了56% 来到了675亿元 这个675亿元 如果你没有概念的话 简单换算一下 就占大盘的成交比重 高达了12% 意思就是说 大盘这么多的量 有10% 有1成的量都集中在做ETF 剩下的9成才是给上千档的股票 上市上规的公司来分 你就知道大家现在多热衷来做ETF了 所以咯 做ETF如果又能够高配息 这是不是两全其美呢 所以每年在6月之后 台股迎接除全息的高峰 那上市规的公司 往往都会在农历年过后 陆续来公布去年的获利 还有今年到底要配多少 那市场上当然也开始讨论了 谁配息配得比较高 那要不要提前卡位 所以很多人会选股的 就直接选股票 选高配息的个股 但是有一些人投资ETF的 也可以搭上高配息的顺风车 但是如果要投资高配息的ETF 可有几点要特别注意 因为高配息并不代表高报酬率 意思就是说 它的股价涨幅 涨跌您还是要看一下 不要息赚到了 但是股价跌下来 ETF跌下来 或者是有一些高配息的基金 净值跌下来了 所以您等于是赔了价差 但是赚了息差 那您的钱其实只是从左口袋 摆到右口袋 根本不算赚 所以投资高配息的ETF 要注意哪一些事情呢 两点 好 第一个 我们看到了所谓的公司 在除全息的旺季7到9月 那在ETF的部分 他们也能够发股利 那发股利的情况之下 我们简单先来算一下 您能够拿到多少的报酬 所谓的现金殖利率 简单来讲 就是您的投资报酬率 目前的股价 这个现金股息除以目前的股价 那如果以0056元大高股息来计算的话 它在2018年配息了1.45元 所以用1.45元来除以它今天的股价 26.1元 换算下来 百分比一算 它的现金值利率达到了5.5% 这个数字比银行定存高吧 所以我们看到了为什么大家会着重在它高配息的这个部分 但是算下来好像比银行定存赚得多 但是也可能只是左口袋换右口袋而已 因为我们要注意一下 有一些ETF呢 其实并不是都有配息哦 我们刚刚才说 现在国内呢 总共有161档的ETF 但是其中只有79档有配息 另外都没有配息 所以如果您是要找高配息的ETF 不是随便买随便都有 所以看到了ETF可能没有股息 那在台湾的部分呢 其实每年配股配息的部分 就以0050台湾50指数ETF 还有0056配息的部分是比较稳定的 至于在国外的ETF呢 其实也不一定每年都一定有配息 好 这是在配息的部分 这是一个这个基本的观念 再者有一些两倍的ETF 所谓两倍的ETF 你看到有一些ETF的名字很长 然后后面会写着2X 2X 就是像这样2X之类的 上针2X拉 互生2X 印度2X还有日本2X 好 这个X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X就是几倍 我现在呢如果台股涨1% 那我台湾50的ETF涨1% 这是一个差不多等向1比1的这个等距 但是如果有一个2X这样子的ETF呢 它就是算你两倍 意思就是说你赚也赚2倍 大家笑得很开心 但是赔也有可能会是赔2倍哦 所以大家在说这种高配息的ETF 你想要赚它的高配息 但是也要小心你买进去之后 也要注意一下它的股价如果跌回来 而且如果你买到是这种2X跌2倍的 那可能就是赚了股息但是赔了价差 这个部分要特别注意 所以呢像是这种2X的标的 它追踪指数不管是上涨或者是下跌 它的报酬率都是放大2倍 所以呢端期投资可能相对来讲 还可以注意这样的风险 但是长期的话可能要注意一下 您的正向倍数或者是反向倍数 有没有可能让您赚了息差 但是赔了这个价差 好那当然我们全球新观点呢 每天制作精彩的专题 在我们的脸书粉丝团请您按赞 然后呢在我们的非凡商业台 搜寻全球新观点 按点阅开启小铃铛 每天都可以准时收到我们最新的财经资讯 请不吝点赞订阅